突然专家们在望远镜中 发现了一只特别的海豹 这只海豹见考察船驶来 立即跳进水中 可是没有游走 而是探头出了张望 继而又爬上了冰岸 这让马老师他们非常兴奋 这说明附近很可能有刚刚出生的小海豹 这正是考察队最想看到的 而奇怪的是 仔细观察大半海豹的身边 却没有发现小海豹的身影 随着考察船的慢慢接近 在这只半海豹不远处 一块雪白的冰面上 一大潭血迹非常鲜 很像是胎盘 这让考察队员们更加坚信 这附近一定有小海豹 就在这时 仔细观察大海豹的马老师 有了发现 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在轻轻晃动 原来是一只刚刚出生的小海豹 小海豹在这个大海豹 一般就是它不可能远离 所以靠这么近 这个大海豹也得 就保护这个小海豹 每年十一月以后 搬海豹都要回游到渤海的辽东班 在冰面上 在冰面上产下海豹宝宝 并在冰面上给小宝宝 补入一个月左右 直到脱掉胎毛的小海豹 可以自己下水捕食 海豹产载率和乘活率 直接关系到班海豹的种群数量 专家们希望多搜集一些野外数据 以便更有针对性的制定保护措施 在盛亚海洋世界 激动人心的一幕也即将上演 此刻的王秦国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惊动了新亚 海豹产载过程 一般为十到二十分钟 而现在新亚临产状态 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 可是还不见小海豹的影子 会不会是死胎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蔓延 随着新亚一声粗重的喘息 一个新的生命由此诞生 就在人们打算为新生的宝宝庆祝一番的时候 细心的管理员发现了新问题 新亚的表现有些反常 她悠闲地在水中游异 可是对岸上的小宝宝却置之不理 就像根本没生过这个宝宝一样 出生的小宝宝身体明显瘦弱了许多 弱小的身躯瑟瑟发抖 王清国找来烤灯 为小家伙取暖 繁育池的温度 对瘦弱的海豹宝宝是个考验 对于刚刚生下的海豹宝宝 本能地会扑到妈妈的怀里寻找奶水 可是几天过去了 新亚根本就不理自己的宝宝 没办法 饲养员只好把新亚母子搬到了一起 让他们更多的接触 培养感情 可是麻烦来了 试图让新亚喂奶的尝试失败后 大家只好选择最后的办法 人工喂牙 保育员们人工抽取新亚的奶水 再喂给宝宝 但新亚严重奶水不足 幸好今年还有另外一只不入期的海豹母亲 工作人员抽取一部分奶水 喂给新亚宝宝 由于担心一只海豹喂养两个宝宝 会造成另外一只小海豹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工作人员特意买了婴儿配方奶粉 喂给新亚的宝宝 小家伙居然喝得津津永儿 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十几天了 小宝宝的个头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圣亚请来了海洋生物专家 对斑海豹的母乳成分进行了研究 发现斑海豹母乳中含有大量的脂肪成分 而人工配比的奶粉中 这个比例却低上很多很多 小家伙是营养不良 工作人员一边改良奶粉配方 一边着手解决新亚的奶食物品 我们就会给它补充非常丰富的饵料 同时添加维生素和矿乳质 以保证它能够分明更多的乳质 来喂养自己的孩子 果然没过几天 新亚的奶水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母子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宝宝终于可以吃上母亲的奶水了 小家伙的体格终于壮士了起来 这个午后 新亚母子迎来了惬意的休闲时光 然而初心的新亚很快制造了麻烦 在哺乳期 小海豹的胎毛是不防水的 这个时候掉进水里 就有冻死或饿死的危险 在母亲的帮助下 小家伙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爬上了岸 随着越来越深入冰区 考察队又遇到了新的海豹家庭 这让马老师他们有机会 近距离地观察小海豹的行为 在野外 出生的小海豹 会紧紧跟随在母亲的身后 寸步玻璃 生怕被母亲丢下 而随着小家伙渐渐长大 好奇心也开始膨胀 他们开始不再满足于 只在母亲身边活动 而是乐于自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为了安全和捕食方便 海豹一般会在缠载场附近冰面 保持至少一个入水口 而这些入水口 对海豹宝宝却是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海豹妈妈不得不时刻如临大敌 阻止宝宝们下水的欲望 而让马老师担心的是 对小海豹最致命的威胁 可不是入水口 而是海滨大面积的提前融化 今年的核心区冰情并不乐观 小海豹刚刚出生几天 这里的海滨却已经有融化的迹象 这种威胁 海豹妈妈根本无力应对 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海豹葬身大海 罪魁祸首就是这过早融化的海滨 天色渐晚 考察队的队员们还在兴奋地搜寻 但随着越来越深入 考察船一度被扶兵围困 为了保证安全 船长建议回撤 虽然意犹未尽 考察队不得不结束这次调研 在这次考察中 考察组先后发现了十一只海豹 其中有三组是海豹家庭 海豹幼崽 长得还都壮士 这让考察队员们松了口气 去年同一时间的考察 队员们只在回虫时 见到了一只海豹 没有见到幼崽 相比之下 今年的考察收获活风 而搜集到的这些野外数据 对于了解 班海豹的野外繁殖情况 极为重要 在经过冬季的冰上考察之后 接下来考察队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 那就是在春季出海 考察野生班海豹的种群树 在经历了分散产载之后 野生班海豹会在春季大规模集群捕食 为五月的回游储备能量 而这一时期 正是海洋生物专家们了解海豹种群数量 以及种群生存状况的最佳世界 沫迦 连雪